台南市一名菜汐男子酒后骑车上路还闯红灯 遭到警方上前盘查 一侧他的酒侧只超标达到了0.78毫克 事后我得知违法男子一度躺在了地上拘捕 甚至大声的对远警咆哮 耍赖行径让远警直摇头 但实在没有办法 只好将他靠上手铐强制带回侦办 而男子酒醒之后才发现事情严重了 也后悔的表示下次再也不敢 你会整个事实啊多事实啊 你要去哪里 黑衣男子喃喃自语 头也不回完全不甩一旁远警 我要回去 去哪里过来 很痛啊 颅了很久被铐上手铐 还是很不受控遭警方大声呵斥 站好啦我不要 浑身酒气被逮到还敢说不要 嫌犯眼看硬的不行 改踩拖延战术 站起来好不好 不要 为什么不要 好我要领钱 几度躺在地上打滚 一下要领钱 一下又吵着回家 弄得三四名远警 实在心很累 好啦我现在跟你好好说 你站起来好不好 叫他交得很好 无奈只好把嫌犯家人找过来 而这出闹剧就发生在 9号凌晨2点多 台南市中西区民生路一段上 而当下这名菜姓男子 黄汤下肚 骑着上路还闯红灯 遭警方盯上上前盘查 一气一侧 酒侧值果然高达0.78 一听到超标 他竟然开始当街咆哮拒捕 但最后当然还是被强制 带回正办 该男子可能将面临 公共危险罪至三年以下 有期徒刑 得病科30万元以下罚金的重罚外 另将面临妨碍公务罪至 三年以下有期徒刑 拘役或30万元以下罚金的罪责 这回酒驾不仅得面临公共危险罪 吃上罚还 妨碍公务更是最佳一等 事后男子清醒 惊觉事情大调 只是为时已晚 后悔恐怕也来不及了 记者黄富奇探报导